鸟孩用生命守护岛屿却被不理解的警察射杀 最后化作萤火虫指引受难的孩子去到世外桃源 今天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高分奇幻动画 被遗忘的孩子 丁琪是个有些调皮的鼠孩 和许多孩子一样 他每天都要忍受父母的教训 赖床会被嫌弃 不去教堂会被嫌弃 成绩不好就更不用说了 丁琪要面对的别人家的孩子 不是别人家的 而是义父同母的小弟弟 糟糕的家庭环境让丁琪十分沮丧 这天他决定同好朋友胡孩和兔孩一起离开这儿 胡孩是个可怜的孩子 胆小的他经常受到校霸同学的欺凌 好在好朋友兔孩是学校出了名的暴脾气 有了他的照应 胡孩才逃过很多次霸凌 三个对家庭和生活十分不满的孩子 决定一起离家出走 去到大城市 三人在树林里的小木屋会合 兔孩问丁琪是否有和鸟孩道别 丁琪说没有 因为鸟孩不愿见他 但是他知道鸟孩有不得已的苦衷 鸟孩是这座岛屿的守护者 他身染重病经常会无故可血 尽管如此 鸟孩仍然会剥下种子 为岛屿孕育新的生命 每当受到病痛折磨时 鸟孩就会从珠海手里买下镇定剂 用来缓解痛苦 但是警察却说鸟孩是毒贩子 在岛屿散播毒品 还因此而枪击鸟孩 最后可怜的鸟孩被警察一枪击中 受伤的鸟孩来到一片神秘的树林 之后钻进了地洞 在萤火虫的指引下 他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 那里一片生机勃勃 有大树 有湖泊 鸟孩跳进湖中 这时大群萤火虫涌上来治好鸟孩的伤 伤愈的鸟孩在世外桃源做起了好事 他给垂垂老矣的鸟儿喂食虫子 但由于过于衰老 鸟儿很快就过世了 他的灵魂化作一只萤火虫 最后结成了大树上的种子 鸟丸埋葬好鸟儿的尸体 在墓地边抽起了闷烟 他想起了心爱的丁琪 丁琪希望可以和鸟孩一起离开岛屿 但是鸟孩的使命就是守护岛屿 他不能离开这儿 所以他才一直躲着丁琪 回到丁琪和朋友身边 丁琪三人发现他们存的钱压根不够路费 于是来到猪孩家里偷钱 猪孩也是个可怜的孩子 母亲常年患病在床 他很早就辍学养家 猪孩对母亲十分孝敬 然而猪猪母亲的内心却十分阴暗 一旦猪孩的伺候稍有差池 母亲那阴暗的内心就会冒出来 化作一只黑蜘蛛吓唬猪孩 就在母亲吓唬猪孩的时候 丁琪三人却在楼下弄出了动静 黑蜘蛛听到动静去楼下查看 丁琪三人被黑蜘蛛吓个半死 赶紧逃了出去 黑蜘蛛在行动中精力受损 很快就变成了一只小蜘蛛 但是他仍然不忘对猪孩 恶语相向 忍无可忍的猪孩 终于鼓起勇气 弄死了这只邪恶的蜘蛛 丁琪和小伙伴带着 从猪孩那里偷来的钱 来到独眼狼商人这里 希望能在这里买到出海的交通工具 但是独眼狼却说 他们的钱太少 只够买到一只冲气鸭 就这样三个小伙伴 带着冲气鸭朝大海前进 就在他们路过垃圾场的时候 一大堆垃圾鼠涌了上来 垃圾鼠都是些被社会遗弃的孤儿 他们无处可去 只能在垃圾堆中求生 丁琪三人被垃圾鼠是座闯入者 他们决定处决三人 这时鸟孩却赶了过来 此时的鸟孩完全释放了内心的黑暗 它化作一只巨大的怪鸟 将垃圾王国烧了个干净 丁琪三人也因此得救 兔孩与狐孩被怪鸟吓到想要逃跑 但是丁琪却不愿意 他认出了怪鸟就是鸟孩 于是在大火中四处寻找鸟孩的身影 最后总算被他找到鸟孩 但鸟孩仍是半黑化的状态 丁琪上去拥抱了鸟孩 不停的抚慰他 终于让鸟孩恢复了理智 丁琪向鸟孩表达了爱意 还让他和自己一起离开 这时鸟孩点亮了岛上的灯塔 开始给丁琪三人领航 然而海上的风浪却越来越大 最后冲起压被海浪给整个掀翻 正在领航的鸟孩也被埋伏在暗处的警察 一枪击中 沉到了海底 之后丁琪三人被路过的船只救下 又回到了家中 而鸟孩的尸体却被猪孩吊了起来 他的灵魂化作一颗萤火虫 来到了丁琪窗前 在鸟孩灵魂的指引下 丁琪也来到了那片神秘的树林 他穿过地洞 最后来到了岛屿上的世外桃源 鸟孩的灵魂回归到大树母体 结成了新的种子 撒播到苍茫大地 这是一部暗黑之狱的动画 但是绝望中也保留着一丝希望 鸟孩就是那束希望之光 为我们守护着最后的一片净土 希望这部动画能带给大家一些有意的思考 该如何去善待那些被遗忘的孩子们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要是喜欢星星的解说 就点赞关注一下吧 谢谢大家